PS5又可以升级固件了 这次可是大版本更新 9.0之前是8.6 在更新之前 咱们先看一下 是可以进港幅的 也是可以进会员的 也就是说这次更新不强制你升级 更新包我已经下载了 大概是1.3个G 好,下面看看都更新了哪些内容 设置系统 系统软件升级设定 升级系统软件 可使用升级 使用互联网升级 左侧查看详情 这次更新日志太小了 看不清楚 咱们直接看大 PS5 9.0功能列表 我们更新了手柄和基因手柄的软件 改善其声音功能 手柄的扬声器 现在可以产生更高音量的声音 让您更清晰的听到游戏中的声音和语音聊天 另外他们使用这个什么人工智能 模型得到了改善 抑制了背景噪音 第二大点呢 那就是调整了 PS5电影员指示灯的亮度 就是这个白光位 在设置系统 风鸣声灯光选择亮度 第三在聚会和共享屏幕中添加了功能 这个直接跳过 然后支持这个什么表情符号 更新了手柄和基因手柄 什么VR耳机 VR控制器等等等等 以提高稳定性 就关键的来了 改进系统软件性能和稳定性 改进某些屏幕上消息和可用性 这叫9.0的更新吗 这叫大版本更新吗 好我们更新看看有多大 我先喝口茶压一惊 像这种大版本更新啊 不着急的同学可以不更 或者还有一些同学可能等着破解的 那也不要更 反正我不等破解 我也不在乎这个更新带来的一些小问题 我会直接上先帮大家测试一下 我这是国航PS5光驱版 有很多同学都特别在意国航的 他更新系统之后把后门堵上 不能够备份登陆港幅了 我觉得不用太在意这点 这毕竟是一个商业行为 虽然有这种可能性 但是可能性极低 如果你们在意呢 那就关注我看我的视频 反正每次更新我都会第一时间 先先更出来 这好像是今天下午5点 才放出来的吧 现在是7点多不到8点 好更新完成 已登陆PS5 新版本Dorsens无线控制器 已经可以用了 立即更新 就是这个货 没有插线啊 我还有一只一会再更 这相当于给这个手柄刷部件呢 这就更完了 然后进港幅 没问题 进会员 也没问题 然后进游戏 我这是会员游戏 OK 没问题 我先更为敬 你们随意 帮助